麦吉星星上 索拉正在寻找一股一场能量源 她以为利不特就在附近 因为在于塔塔罗斯一战之中 利不特使用自己的躯体 保护了中奥的安全 而自己却被吸进了黑洞 从此下落不明 但索拉坚信利不特还活着 于是索拉更加努力地寻找 此时的她 眼前果然出现一位奥特曼 利不特 这个奥特曼转过身来 不露凶光 银河就愿对总部 雷古洛斯向安德鲁美洛斯提出申请 她要加入银河救援队 就这样 雷古洛斯的面试顺利通过 因为银河救援队利不特失踪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刻 天照女王前来汇报 发现索拉在行星麦机上 发来求救信号 于是美洛斯立马派雷古洛斯前去营救 索拉被假初代束缚 很明显 她是扎拉不行人所化 异常能量的来源 原来是你 但是扎拉不行人告诉索拉 那并不是她 而是这一个沉睡的家伙 她正是被她塔罗斯利用的 王陵魔导师雷布特斯 她塔罗斯羡慕杀驴 将她打得烟箱云散 而扎拉布收集了她的残骸 并且将她带到麦机行星 她要唤醒雷布特斯 并且再次利用她唤醒雷奥尼克斯的躯体 而扎拉布的幕后老大 居然是雷布朗多行人 果然雷布朗多附身雷布特斯后 这个家伙复活过来 雷布朗多雄训壮志 发誓一定要斩杀所有光明的使者 索拉的反抗 引起了雷布朗多的杀性 一枚火球正中雷布特斯 而来者正是雷古洛斯 雷古洛斯一番魔拳擦掌之后 要求雷布特斯放开那个女孩 只见雷布特斯一在念叨之后 顷刻三只怪兽复活过来 雷布特斯一看还不过瘾 于是释放了手中的小宽虫 变成了一只邪恶的巨兽前来助阵 不得已雷古洛斯只有应对挑战 四只怪兽呼啸着冲向雷古洛斯 雷古洛斯如如无人知境般的 对着四只怪兽狂欧起来 在鱼吉亚龙行兽一番力量的角逐之后 雷古洛斯遭受布莱克王的顶撞 一时间雷古洛斯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光之国内 初代感知雷布朗多复活了 奥特之父告诉中奥 在杰德将雷布朗多从贝利亚体内驱除出来之后 雷布朗多的灵魂一直在宇宙飘荡 而这一次 他又找到了雷布特斯的躯体 杰克担心 这是塔塔罗斯所为 就连奥特之母也认为极有可能 左飞决定派奥特曼前去调查 而此时的雷古洛斯还在苦战 面对这群痴迷汪凉 雷古洛斯虽然打得得心应手 但似乎一时间也毫无取胜的把握 很快雷古洛斯又出在吃爹的状态 此时增援及时赶到 施考特率众奥特曼前来 众奥蜂拥而上 帕瓦特奥特曼首当其冲 这只怪兽正是他的宿敌 葛雷奥特曼对战布莱克王 葛雷的力量还是相当可以的 布莱克王居然被他打得没有脾气 施考特对战冷冻怪兽甘达 但是施考特似乎不是甘达的对手 惨遭他的冰冻 查克与贝斯奥特曼 则合力围攻击亚龙星兽 而雷古洛斯直接面对雷布特斯 就在他营救索拉之时 夏德奥特曼杀了过来 原来他是扎拉布组装而来的赢品 夏德气势逼人的再次与雷古洛斯展开交手 并且他的出拳一度压制雷古洛斯 雷古洛斯的换手拳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夏德一个重拳便将雷古洛斯锤了出去 只见他一招夏德利姆光信 郑重雷古洛斯 雷古洛斯一个抵挡之后 引起了索拉身后伸头坍塌 雷古洛斯前去营救他之时 不料被石块砸中脑袋 夏德再次逼了过来 将雷古洛斯推了出去 就在扎拉布再次逼近索拉之时 利布特一个飞踢正中扎拉布 回来了利布特终于回来了 利布特的加入 是银河救援队细心大脏 对手首先被爆笑 紧接着就是甘达 扎拉布幻化出甲出带后 直接面对利布特 但艳品始终是艳品 甲出带怎会是利布特的对手 夏德还在与雷古洛斯纠缠 到时夏德开始使用大招 一招夏德直虎拳正中雷古洛斯 此时雷古洛斯才想起使用幻兽拳法 只见一招金鹤水蛇拳猛然正中夏德 随后便一招无垠赤龙白虎脚 夏德上前硬钢被踢了下来 雷古洛斯再一招闪光烈破弹 于是夏德奥特曼 就这样被第一个送走 雷布特斯不得不出手 此时葛雷召唤出光剑 并一剑解决了布莱克王 而帕瓦特也迅速结束战斗 吉野龙行兽与甘达也被三奥的合集 而送回老家 甲出带也被击了出来 就在他光线攻击之时 索拉的鲜花盾盘反弹了甲出带的光线 利布特撑身追击 对着甲出带又是一番狂小 随后一招加拉克西乌姆光线 就将这个家伙打得灰飞烟灭 而最后的战斗来到雷古洛斯这边 形态影哲的雷布特斯还明显处于了下方 雷古洛斯一番秀拳法的攻击之后 雷布特斯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忍受雷古洛斯的狂偶 就在雷布特斯被打得没有脾气之时 中奥特曼迅速围了过来 他们这一次 绝不能让雷布朗多再次逃跑 于是中奥特曼一个合集射了出去 轻刻 被合集击中的雷布特斯被炸成无数瓦力 但雷布朗多的灵魂并没有被消灭 而是在中奥眼前再次逃脱 这便是发生在银河格斗3之后的故事 而雷古洛斯也顺利的加入了银河救援队 拿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